最近有三個峰會在這個世界 很特別 都是國家元首參加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三個峰會之一 當然是在日本廣島舉行的G7峰會 第二個 我覺得第二個可能 其實應該是22個阿拉伯國家參加的 在沙特阿拉伯進行的阿拉伯峰會 第三個峰會是中共一手舉辦的 叫做中國中亞峰會 所謂中亞就是亞洲中部 Central Asia 中亞 中亞有五個斯坦國家 什麽卡薩斯坦 烏斯伯克斯坦 那麽都是叫做斯坦斯坦米 五個國家 那這三個峰會 基本上可以說差不多同時的 一個星期之內 可能是差一兩天而已 就是非常 是不是一個偶然呢? 或者是因為世界的局勢 正在發生了這次非常大的變化? 那麽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三個峰會 那麽我先從 可能是最不重要的 開始說 最重要的是G7 那麽我後一點才說 遲一點再說 那麽 第一個說是那個 那麽 習近平親自參加的 在西安舉行的 這個叫做中國與中亞五國的峰會 那麽 這個峰會呢 我想 習近平想利用這個峰會 來教一下我們中國的國際形象 為什麽這樣說呢? 他故意在西安舉行 還有那些客人來的時候 那五個國家來的時候 就要給他們一個盛大歡迎 還有搞了一些舞蹈和歌舞的表演 歌舞的表演的那個形式 是大堂盛世的形式 在舞台上拿著一些唐朝那些 寫著大堂的旗 那麽 大家知道 大堂的確是一個盛世 唐朝的時候呢 當時那個首都也是西安 那時候叫做長安 長安那時候呢 就是中國歷史上 歷史書上記載的唐朝盛世 是說 哇 幾乎每天都有無數 成千上萬的 來自全世界各國的做生意的 來學習中國文化的等等的愛國人 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去長安 真是萬國來朝 所以習近平就想營造一種萬國來朝的一種 宣傳上可以對他們說是有用的東西 但是可惜是什麼呢 人家唐朝的時候 唐太宗也好 唐元宗也好 這個萬國來朝說真是萬 當然不是說一萬個國家 但是最起碼都是幾十個國家來的 真是大堂盛世那種感覺 而現在那個西安舉行的 因為聽說習近平可能將西安 變成這個戰時的陪刀 暫時就是萬一打起仗 北京會受到襲擊的時候 就可以躲在西漢那裡 那這次呢 好不幸運他來了五個 哈哈 而這五個國家 也都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 那他們呢 對中共來說呢 這五個國家有一點點重要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沒有很多石油 所以中共需要很多石油 而這五個國家都是那些 盛產石油和天然池 和其他那些 自然資源的國家來的 所以 但是呢 有一個很微妙的東西 在這裡呢 什麼呢 整個峰會裡面 當然是講什麼合作 但是呢 看樣子 不是很成功 為什麼呢 整個峰會 一句都沒有提到俄羅斯 也都沒有提到俄烏戰爭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五個國家 現在歷史上是屬於蘇聯的共和國 蘇聯瓦解之後呢 他們和這個俄羅斯 也保持一個比較良好的關係 是可以說是屬於這個 俄羅斯聯盟的加盟國 但是不是共和國 那麼呢 所以呢 習近平呢 因為不想得罪普京 所以就最好不提 對西方習近平 又想表現一個和平使者的身份 的形象 所以呢 最後就完全藉字不提俄羅斯 另外呢 大家要知道 這五個國家呢 都是很早就和中共簽了這個一帶一路 而這五個國家的一帶一路的項目呢 幾乎每一個都是 就是目前為止 爛尾工程 就是很多是遲了的 還有錢不夠用 那麼現在呢 實際上唯一可以說是成功的 是 又是大殺錢 就同意呢 又再發兩億人民幣 這個美元 給他們 兩億人民幣 對不起 兩億人民幣 是無償 無償 貸款 就是無息的應該是 甚至一部分是送給他們的 送錢給他們 所以好笑的是什麼呢 大唐盛世的時候 萬國內朝 他們帶著一些非常名貴的禮物 來送給唐朝的皇帝 我們現在呢 是五國內朝 然後習近平還要給人家錢 所以他說要製造這個大唐盛世 就是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好像真的 真的 夠人 夠人 夠人笑的 是吧 好了 那麼 第二個峰會呢 阿拉伯峰會呢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阿拉伯22個國家 經常會有這麼多峰會 但是這次呢 突然間是非常 讓世界驚訝的 是請了 習年斯基 就是保克蘭的總統 習年斯基 他參加 這裡就奇怪了 為什麼呢 因為阿拉伯國家呢 是搞那些 左右逢源的政治的 不想得罪太多美國 也不想得罪俄羅斯 也不想得罪中國 但是雖然如此 他這次是邀請了 習年斯基 那呢 表示呢 一路這一年多來 一路是保持中立的阿拉伯國家 突然間開始傾向烏克蘭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什麼呢 並不是因為烏克蘭 政治上有什麼改變 不是烏克蘭 他現在看到呢 喂 俄烏戰爭 現在似乎大勢已定 俄羅斯很難贏這場仗 烏克蘭呢 可能打贏的可能性高一點 那就左右奉原了 現在就去奉右了 不奉左了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特點 這個阿拉伯峰會 現在講到最重要的這個峰會 這個峰會就是 G7 七強 七國峰會 這次峰會呢 這個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他提早一天發表聯合公佈 是 原因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就是很急 還有他 比他預料中很快 就達成共識 這七個國家 大家也知道這七個國家 是舉足輕重的國家來的 都是所謂七大工業國 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特國、意大利 非常多 全世界的日本還在日本 他們呢 不只是七個 之所以是七個 不只是因為他們是工業強國 那你如果從經濟數字來看 中國、印度 都是很大 俄羅斯都很大 所以不只是這樣的 他們還有一個原因 你可以參加這七強 或者八強 或者九強 除了你是強國之外 你在基本價值觀方面 要跟我們歐美是基本上一樣 跟民主的自由世界一樣 才讓你參加 所以中國沒有份 印度因為相對比較民主和自由 所以他被邀參加作為客人 要參加 這次呢 這個集聯司機也被邀請參加 歐盟也被邀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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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個G7呢 可以說是西方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結盟來的 這次的會議呢 他的聯合公佈呢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為什麼特別呢 第一 聯合公佈呢 有一個大篇的篇幅呢 是講中國的 而講中國呢 可以列為 大概九點 所有都是針對 講的都是要告訴別人 中國現在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我們怎麼要 G7這七個國家 怎麼要團結起來 對付這個來自中國的威脅 裡面有分很多段 講南海 南中國海 東海 台海 香港都提到 西藏 新疆 那些人權問題 都提到 所有這些 還有他 批評中共呢 不守國際規則 要搞他自己的 對他自己有利的 所謂國際新秩序 所以呢 可以說歷史無前例 這個G7 7強國家 是這麼團結一致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裏呢 我可以提一提 我以前 有很多人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 就是 現在好像歐洲的國家 好像德國啊 意大利啊 他們都是看錢份上啊 還在討好中共啊 是不是中共成功啊 將他們和美國分裂啊 那我當時呢 通常的回答 我說 這個問題已經很早了 可能 已經開始有人 對不起 開始有人問我這些問題 那我當時一直都是 回答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是 這個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確實是有些政治勢力 商家是在錢份上的 但是呢 我說 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他們那個 基本價值觀呢 是比較靠近美國 日本 歐洲 美國 他們的基本價值觀呢 是比較靠近 雙方靠近 多方靠近 但是跟中國的 中共的價值觀呢 是相差很大 所以呢 由於這個 基本價值觀的差別呢 他們不會 跟中共 太友好的 不可能的 那我當時呢 就 提到 提到 一句話呢 其實很像這個 前北約 還未書長的話 前北約 拉斯木拉森 他在台灣 我曾經提過 在這個節目裡 他講過 他說我們歐洲人 犯了 這30年來 犯了一個大錯誤 我們以為可以 經濟上 和中國 保持良好關係 依賴中國 發財 從安全上 依賴美國 和美國 要收好我們的關係 他說 這個 30多年的 總的思潮 在歐洲 我現在認為 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因為 經濟的依賴性 是 和國家安全 不可以分開的 是完全是 互相有很大的關聯 你太過經濟依賴 你就等於 破壞了你自己的國家安全 那麼 他這句話呢 我完全贊助 我以前是這麼說的 另外我有一句話 這10年來都說過 我說你們不用擔心 雖然歐洲很多國家 還要說投資中共 中國等等 但是呢 人都是這樣的 有一天 他們會發現 他遲早會發現 中國不單單是一個大市場 中共政權 是一個對世界和平 和他們國家安全的一個威脅 就是說 有一天 他會 站在兩者之前 作出選擇 哪兩者 國家安全 還是經濟效益 就是說 你要錢 還是要命 我說 人性的 根本 只要你的人性 不是太歪曲的話 你一定要選錢還是命的時候 大多數都是選命 不選錢的 現在我們越來越靠近這個時候了 大家可以拭目相看 歐美和日本這些民主國家 認為中共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是一個大勢所趨 所以 G7這個會議 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但是同時對我來說 並非一個驚訝 這個是大勢所趨 今天就講到這裡